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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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个叫文灵儿的网友 她的留言是说 原本是男友在听 后来就跟着订阅 一听成影 每天下班听 一听就是五个小时 超支持我们的 陪我度过做家事跟洗澡的时光 我一直常常觉得洗澡 为什么可以听啊 我也不知道耶 而且其实不只网友 就是连进教室的学员 他们也有说 他们是洗澡的时候听我们的 我有试着把手机带进浴室 还是浴室里面放的是无限喇叭 没有 可是因为水声会哗啦哗啦的啊 好 不是重点 他们自己有那种情境感 好 可能在泡澡 这是上面的留言 然后往下滑 然后第二则叫做万事皆可商 然后那万事皆可商 他就留言说 我的未婚妻啊 可以一口气听五个小时 而且每次听你们节目 就会很爱我 我其实还蛮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女友会很爱她 觉得她男朋友都做对 做得很好 还是因为 因为是男友先听的嘛 就是男友先从我们节目 学了很多pegball 然后就对女友超 超贴心的 你没有念男友的最后一个心愿 好 他很爱我们 女友就会很爱他 所以他希望我们永远不要修根 还好他没有写 我希望你们日根 对 你干嘛提醒大家 这样 我不可能 不可能日根 对 为了我们节目品质着想 好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真的众多朋友 对我们的喜爱 然后这一对留言 让我们就是 应该可以合理推论 他们就是彼此的伴这样子 对对 他们应该就是彼此口中的男友 跟我的未婚妻这样子 对 但我比较好奇 五个小时 就是不会太久吗 我们现在总共六十六几 六十七几嘛 嗯嗯 每集 大概半个小时 刷二十五分钟 嗯 其实也还蛮可观的 哦 那应该他快追晚了 如果以他的速度的话 对 对 好啊 就是谢谢这两位朋友的留言 嗯嗯 那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的内容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是 而且我觉得今天 这一集内容我猜 呃 男友应该会蛮开心的 嗯 就是我们今天会从男生的角度 聊一些事情 去聊一些女人想不到的男人的层次 对对对你身边的男人 就会更了解 然后你就会懂 其实你的男人 不是你的男人 哈哈哈哈 所以 他是别的女人 别的女人的男人吗 不是 不是你想着这样 对 好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材料 其实是去年的金马奖影片 同学麦娜斯 好 那我一开始呢 就先跟大家简述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电影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这个故事主要有四个男主角 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第五男主角啦 但我 我待会 待会再说 我首先 我先讲第一位男主角 他是纳豆所演的冠桃 然后他的背景就是 他是派遣公 然后他异性语言 比较不好 然后他在 戏里面的人设 就是常干白痴的事情 所以要他朋友去收尾这样子 但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 初恋的对象 他一直对他很痴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 Den Hong 第二个男主角叫Den Hong 那其实导演在命名 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还蛮有趣的 他就是用一种 就是Den Hong 一直旋转 一直狗狗转的形象 但推出来的风量又有限 是是 对所以 这个Den Hong 他的职业就是一个 认真的保险业务员 他是产物险的 产物险 对对 你讲得更精准 对对 他不是人寿险的 所以 他有一场戏是 他的客户 火灾 他要到现场 看灾 然后客户一直问他说 理赔什么时候下来 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所谓 比较物产险的 保险业务员 是是 那他人设大概就是 他都是苦干实干 可是升迁啊 就没有他的份 所以 他一直都是有一个 憋屈的现况 然后最后还买了一个 就是很符合他 老爷很有趣的 他用 他用 一个 具象的状态来去显 他有多憋脚 因为他买了新房子 对 他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 其实他也有成家立业的 打算 打算 然后他就买了那个车位 那个车位 我们不要破梗 保留一点 观影乐趣 你去看那个车位 其实就是这个 点轰的人生缩影 他想要有一些 拥有 或者是让人家觉得 他也还不错 因为通常能买得起 房子又车位的 是不错 可是他买的那个车位 有一些 缺陷 然后那个缺陷在 点轰的 他自己合理化 觉得没关系 可是你在旁边看 你就会有一种 蛮好笑 你会有一种 谁会买那种车位 这也是让我们可以读到 那个导演 黄信尧的 幽默的地方 对 但是他 这个导演 我先诧题一下 我觉得 就是 他在设计 这五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他都是 男 就是他在讲 男性的不同 不同层次 对 不同面向 然后等一下会仔细讲 好 可是我希望你们 在听宜璇 在人物介绍的时候 去听一听 如果你还没看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猜他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性格 你猜如果你是男性 你觉得这个角色 可能代表了你什么 会蛮有趣的 对 就是这五个主角 他都有男人身上的 某些部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说 第三位主角叫做 吴明天 他叫明天 但是他姓吴 所以就表示 你们自己想 好 那他其实是一个 广告导演 本来 对 但他其实心里面 有自己的梦想 他一直很想拍剧情片 所以他经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写剧本 想剧本吧 不知道在 他没有在写 他在想 好 然后他其实结婚了 然后老婆对他 非常非常包容 那看起来 老婆是比较承担 多一点养家的 责任的那个部分 就觉得全世界的导演 导演都会希望 自己有一个 像李安一样的老婆吧 就有一种 你最大的贡献 就是去拍一个 好的电影 或者是 自从李安红了之后 所有导演的 身边的女人们 都觉得应该 像李安的老婆一样啊 他应该是蛮不想要 当李安的老婆吧 好 那第五位 可是你没有讲 明天 其实在这部戏里头 他没有太多 在导演的琢磨 他后来去 竞选了议员 那个不是到了角色的那个吗 没关系 现在先讲 就是 好 反正阴阳忌计会之下 他去参选了议员 阴阳忌计会啦 阴阳忌计会 阴阳忌计会是啥 场上还没开闹 好 阴阳忌计会之下 他去选了议员 然后他的 大家在片中 叫他的外号叫做 天妹 就是 天妹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台语的联想 会让你想到什么 就是多的 gay 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跟 导演为什么让他去选议员 然后那个背后的 隐喻 也有关系 对对 好 那第四位的主角就是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刘冠婷主演的 B-Gap 然后因为他是杰八 所以就 大家都会叫他B-Gap 那他在里面的角色就是 他是纸扎店 纸扎店就是真的跟阴阳有关的 就是我们阳间的人要把 经营财宝啊 房子送给阴间的人的那种纸扎店 一种在世的人对过世的人的心意跟怀念这样 然后B-Gap 他的家人其实就只有阿嬷 然后也不晓得是因为他的生物的 生理上的障碍 还是他的职业 让他一直都交不到女朋友 可是因为阿嬷重病 然后他很孝顺 他为了帮阿嬷冲喜 所以他就去 鼓起勇气去婚有色 想要认识女孩子 对 他也真的认识了那个 那谁演他的女朋友 那个台湾 就是 兵媳部 叫什么 对对 我忘记了 好 一时之间忘记了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第四位主角 然后第五位主角 其实就蛮有趣的是隐形的 他一直都是隐形的 然后他其实就是导演本人 那就是一直在讲旁白的部分 这也一直是阿嬷导演的风格嘛 那就是最后为什么要有这个 这个梗 为什么要买导演这个梗 就是最后大家 我们也不破梗 你们就去看 看到最后你们会知道 哦原来买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这一幕啊 而且你也很细致 你发现他有四个男主角 可是这个男 这个导演他只跟Den Hong 对 讲话 对对对 其他其他都不会跟他们讲话 那我觉得也 我随便乱猜啦 因为所有的作品都是 都是作者的一部分的投射 对 我猜 Den Hong 对 就是导演心中最认同的一个角色 其实是Den Hong 哦 这个 这个角色 就是认真 努力把事情做好 但不一定是 会得到最多东西的 好哦 如果有机会访问导演的话 我们再来跟导演核对一下 对对对 好 好那 所以这整个故事就是 他们 他们这五个高中同学 彼此都是彼此 四个啦 好我们看得见的是四个 导演用没有再跟他们一起玩牌 好 就总之呢 他们 他们成为彼此苦闷生活的出口 所以就经常在泡沫红茶店 没事就是讲干话啊 雕牌啊 互相吐槽这样子 开场好像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对啊 对 好 那刚刚是剧情大概的介绍 角色 主要角色 对 这部电影也没什么剧情 就是他没有什么 前后 太强大的事件 没有太大的叙事 就是把某件事情完成啊 或是哪一个主角 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克服 他其实就在演这四个男生的 生活歌的缩影 这样 他们遇到的各种状况 对对 所以 有一些人蛮喜欢的 因为就是 阿娅导演一贯的黑色幽默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笑啦 就是在某一些小细节 小桥段的时候 真的非常有巧思 但是他整体性的 就是推动戏剧的张力 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不要太期待说 等一下会有什么 闭闭变变的东西 对对对 没有 就连 就连 就连那个 碧杰 不是 罐头喜欢的那个 麦娜斯的同学嘛 就是我们会想像 那个女生 对那个女生 看看会不会跟女生干嘛 结果也点到为止 这样子 哦 好 不过如果 如果各位听众 你们是男性的话 去看 我猜会有一些 心里面的 叮叮叮叮 可能 就是我觉得 像我刚才有讲 这五个男生 这五个角色 各自代表了 男生不同心理的 状态 或者是 代表性 我这边讲一讲 我的看法 比如说我们先从你刚才介绍的第一个罐头 嗯嗯嗯 就是 纳豆主演的 他就是在里面 你可以看 看起来他是最没有工作 最没有 最没有出息 他看起来表面上 看起来啦 就是因为他都是 约聘的人 然后他的工作 从打工去 同学给他一个 一个广告 拍药广告的 就是不举的男人 对对对 然后到后来他去 去 护证事务所 对 然后变成是一个调查户口的人 遇到了他的女神 然后他的人设 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吃汉的形象 可是我觉得他在 透过纳豆喜欢同学 而且喜欢这个女神 他的高中校花 他一喜欢就喜欢二十年将近 然后对于女神 其实这整个过程 我们看到他从发现很开心 然后又发现这个女神 女神现在在做的工作 很让他觉得失望 对 对 然后到 他在幻想当中 可能跟女神 亲近了 可以干嘛 可是其实你 为什么导演只要点到为止 没有让他下去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在讲 在男人心中 可能心里都存在一个 完美的初恋 或者对一个女性 或他一个喜欢的对象 一种很纯真的想象 是 就像这个罐头 不是 他是罐头 对啊 就罐头啊 没错啊 他们的小名太多 就像这个罐头 他有什么叫罐头 你看罐头是一个 密封的 密封的 然后 没有出口 没有出口 硬邦邦 对 然后他有很多东西就是 塞在里面 塞在里面 很丰富的东西 你从外面是看不到 也闻不到的 其实这种 男人对于 情感 特别是 那种 亲密关系 他真的很像罐头 所以有很多 老婆会受不了 就会骂 他老公说 你是罐头吗 你是木头吗 原来他们不是 哦 不是木头 就是罐头 就是一种 好像不知变通 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导演用 纳豆这个角色 他在诠释 每一个男人心中 都有一块 这么柔软的部分 然后 他是这么的 纯情 这么的痴情 可是因为 这个角色 这种 心情很容易被笑 就像他同学 有时候也会笑他一下 就是说 你不去 我要去咯 就呛他 其实在男人的世界里头 这么柔软的部分 是很困难存在的 很困难表现出来 所以他必须藏起来 才需要藏在罐头里 才需要藏在一个 心中一个封闭的角落里 也就是说 其实罐头的状态 他会比较像是 他们小男孩的 纯真 那一个部分吗 我觉得 就是一个 还没有被污染的状态 所以 纳豆确实 这四个里面 他所谓的社会化 你可以感觉到 他是最 最低的 最少的 但是 他其实是 所有男人里头 最单纯的 在这四个角色里头 OK 所以我觉得 你的男人 心中也许有这么一块 那因为社会的压力 或者是他自己的 个人的期待 所以他可能把某些东西藏起来 收起来 因为他很怕被笑 好 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我们来谈一谈 我觉得导演最喜欢的 Den Hong Den Hong 就是 就是太强烈到 其他角色都没有 但是你又可以感觉到 他是在这个 他把那个角色的 认真到 有一点不知变通 我觉得他那个人的外形 其实就符合了 他在里面的人设 就是有棱有角 对对对对 你讲得更好 就是 他如果演 找纳豆来演 Den Hong 就不成立 或者是施明帅 就是 Tia Mei来演Den Hong 也没有那么的Den Hong 我觉得施明帅来演 有一点点油掉 一点点 不是施明帅的问题 就是那是人物观感 人物对 对 但他找正人说演的时候 那个 就是男人那个锋利的状态 就是还蛮具象化的 然后这个Den Hong 在戏里头 他真的就是 他 他一开 就是打完牌之后 回到他的工作的第一幕 我记得还蛮明显的 就是 他有个同事就站起来说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他升签 他是很课长 对 然后镜头就看到Den Hong的表情 有点落寞 那我们就猜 哎呦 可能 这个位置说不定他有机会 然后下一场就是他去找 他的同学上师 对对 他的上师 然后上师就安慰他 讲一些场面话 他其实心中都知道 这个是场面话 可是 他在那个当下 我觉得他第一时间 也没有学的反击 反正他就是觉得 他做他该做的事 我觉得Den Hong这一个角色 他很像 男人 他们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的单纯就是 他就去把事情给做好 是 所以在他同学主管 在提醒他很多的时候 还有他包含在处理那个 理陪客户的时候 那理陪客户看起来就是 想要来敲诈保险公司 可是你明知道别人的意图不轨 你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 就是处理掉 对 但是我们的点红 就会是用最硬的 最觉得 到底是怎样 事情是怎样 比较黑白分明 对不对 就会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对 所以他其实某些时候 在男人某一块 你会觉得他好像脑子很直 他会脑子不会转弯 就是人家俗话说的 不要变通 对 就是那个 应该要怎样很多 你会在某些男性身上 很容易看见 那我觉得 这有很多的原因 可是其实你不要 从坏的角度看 这个不知变通 你可以从好的角度来看 说你会发现 有些男生其实 他就是把他的爱 放在这么纯粹的 把一件事情相信了 就是到底 的这种 叫坚持吗 执着 对 可是我刚才想说执着 好像还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坚持 执着 我们讲一场 我觉得最 我觉得最 你最有感 你最动容的 就是Dang Hong 他后来演到 他要娶他的 女朋友 那在那一场戏 有一个小小的break 就是女生要换妆嘛 通常女生都会有恶镜 所以要换礼服 然后男生通常这时候 都没事干嘛 因为他不用换衣服 然后Dang Hong就到 旁边去抽了根烟 然后这时候他一个人在抽 然后这个导演就来跟他聊天 就是他就问说 你怎么看起来心情不好 是因为刚刚同学 明天 因为他要选艺员 来你的场子 致辞仿佛你不存在 知道吗 大家会觉得 因为前面看起来 从戏头的脉络看下来 就是他的同学明天 做了一个 看起来不是很上道的事情 对 可是因为Dang Hong 他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觉得你是我同学 好 你今天要竞选 他还是又吞下来了 对他就是吞下来 然后把场子给他同学去发挥啦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会以为 他在那个时候 一个人抽烟是不爽的 是因为这件事 然后导演就跟他聊天 然后我觉得他讲的 接下来我要念了一段 他的对白 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 他把男性心中的害怕 把他诠释得很到位 可是不是女人 以为的那种呈现方法 他说 呃 大一的意思就是 Dang Hong就说 我何德何能 呃 可以娶一个老婆 他从来没有想象他可以 那他就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能不能给老婆幸福 那本来他觉得一个人保 全家保 好像他的父母亲也很早就 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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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惜 那而且他老婆嫁给他的时候 已经是怀孕的了 对 就带着 Thomas确实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 就结婚 他就有点担心 呃 以后他有老婆 有小孩了 他到底做不做的来 嗯 他怀疑自己能够给小孩 跟老婆幸福的能力了 我觉得那一刻 已经是男人最诚实的告白了 嗯 你要男人讲再更多 是困难的 嗯 可是他能承认 他怀疑 自己做不做的来 嗯 其实已经是他最柔软 最脆弱能够呈现 那一面 对 那一面 对 那很多时候女人不懂 这一块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我看你其实心情不好 嗯 但你为什么不说 男人会害怕 对 因为他会有一点担心 我说了 你会不会觉得 你看我没有 嗯 你看我不起 这好台语哦 你看我没有 而且 而且有时候 我觉得男生 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不好控制的 就是他也不晓得 对方的反应会是什么 嗯 就是比如说 呃 万一他 真的觉得很需要 很脆弱的时候 想要抱着老婆 稍微流流眼泪 那万一老婆跟他说 你怎么这么软 嗯 然后他就 他会就会疯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 他们非常非常害怕 展现自己的脆弱 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 所以 Dang Hong这一个角色 他在呈现男性那种 很认真的 嗯 真性情 好 再来我们来讲 呃 失明率颜的 吴明天 嗯 他从一个不得志的导演 变成立委候选人 对 其实我觉得他在呈现 男人对名利的追求 因为立委候选人 大家可以想象嘛 嗯 他就会开始出入一些 场合 然后有一些高官 然后好像自己很不错 而且他那个对比反差 非常非常大嘛 你想想看他前面 有多不得志 嗯嗯 就是拍那个卖药的广告 对 然后 然后依靠老婆生活 对 然后突然他可以拔到一个 众所瞩目 是 万众瞩目 虽然不是金马奖的舞台上 对不对 并不是影展的舞台上 他在呈现一个男人 想被看见 想被 觉得很厉害的 这个需要 是 所以这是 失明率 OK 然后再来第四个主角 叫做Bigget 对 刘冠婷 最可爱的 对他很可爱 我觉得他就是在呈现 男人想雇家的那一面 啊 真的 就是雇阿嬷嘛 真的 所以他就是 呃 因为阿嬷耽误了自己的人生 呃 就是 对 他要接了家业 纸扎业 对啊 其实不是一个多光彩 不是不光彩 应该是说 甚至没有人问他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做纸扎这个行业 对 然后他就因为长了这个家庭 他就扛起来了 对 对吧 对就是应该是说纸扎的行业被 比较不能 被别人大大就是懂 嗯 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会有害怕 嗯 所以他其实也不常主动去讲这件事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在呈现男人很顾佳的那一面 嗯 对所以从纳豆的痴情 然后 他其实一开场没有多久他就说这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 嗯 他自己也说中年危机 这四个男生刚好就四个男生刚好就四十几岁 嗯 这四个男生刚好就四十几岁中年危机 某种程度也是导演的年纪 对 都会渴望自己出人头地 嗯 但是打拼打拼 就二十几岁 拼到三十几岁 拼到四十几岁 就会一直都觉得 我好像只差一点点 就是那个 我离成功 我离工成名就好像都只差一点点 我只要再努力再多跳一下再够上去了 那个谁啊 导演就让他有一个差一个号码就得千万 是天妹啊 是天妹嘛 对所以他最后竞选的号码就是 他他那个一千万的发票缺的那个号码 对 大家自己去看 导演就用那一个那一场戏在讲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差一点点 差一号这样子 对 然后你知道吗 我在做心理 就是我最近在做一个课程 刚好在看到一个研究 他说什么样的时候 人会最开心或最不爽 比如说我们都会觉得赌博 最开心的时候是赢钱对不对 不是 是你觉得你差点可以赢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最大的 那时候的高峰 就是爽的程度是最高的 对对对 比如说我在讲一个 你们大家一定有感觉 你在骑车或开车在路上 什么时候你会醉气 其实不是你遇到红灯醉气 你醉气的事情就是你眼看 前面的黄灯你应该过得去 可是前面那台车就是慢 就是拖挡到了你 让你必须按一下刹车 然后他过了你没过 然后你就会感生气 这时候是醉气的 你如果常常都就排在后面的红灯 你还不会那么生气 所以那种差一点点那种失落感 真的会让男人非常非常的care 对不对 对 然后又常常挂心 那宜萱你觉得 每次都是我在回答 你就是从戏剧的角度来看 这部戏是 我觉得是拍给男生的情书 导演拍给男生的情书 是真的是 那为什么女人常常会觉得 他们的男人人在心不在 就像TMI的老婆 其实这么的尽心尽力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 他在他老婆身边 其实不是一个很幸福 或是一个很享受的状态 如果就这部戏来看 我会觉得 当然这些男人心中有很多的害怕 都是导演用一些细节 在透露给我们的 那我觉得我还看到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 就是他们很怕 显露自己的脆弱 因为他不确定 对面的人能不能承接他 那没有办法承接他的同时 他又有一些男人本来的 觉得应该扛起来的责任 比如说他要照顾很多人 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责任 所以当他如果没有办法 去handle好自己的情绪 让这些焦虑跑出来的话 他如果人 他的人设崩毁了 他就没有办法去 去承担他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去 去维持那个别人眼中的以为 所以我们常觉得 男人没在想 其实不是的 是他们心中想了非常 他们反而是因为想很多 他们反而因为想很多 可是又不好讲 或者是不会讲 或者是怎么 或者是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所以越来越活得越来越像 每一个罐头 然后外在让女人看起来 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活得很抽离 所以有点像是像里面的Den Hong 其实他做这么多 他想要让他老婆开心 他也想让他的主管开心 他很想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优秀的 都是厉害的 他把太多人邀请到他的心里去住 所以就会变成他好像随时都在想 我应该要怎么做得更好 而不是真的在跟眼前这个人在一起 其实他们的心意是好 他想给爱 他想要负责任 可是他往往是想要透过去do something 或者是得到了某些 证明了某些 就会觉得 那我是一个可以的 我能给你很好的东西 对 所以他外在在忙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又不说的同时 他就很容易给女人一个感觉 就是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 或者是你是不是觉得 在家里跟我在一起很烦 很无聊 对 很多女生 比如说很多的女生来跟我聊 他的另一半 他觉得他最生气最难过的就是 他的另外一半回家之后 就是滑手机看电视 然后跟他讲话 好像一副要死不活的 然后好像每次靠近他都在吵他 所以久了女生的感觉会是 那是跟我在一起很痛苦吗 可是就男生的角度 其实不是的 他正是想要跟你好好地在一起 想给你很好的生活 我们先不论对错 对 所以他才会在心里这么忙 对 所以他们就是 心里面有很多很深的在乎 可是他们在乎的很big get啊 又罐头又big get 对不对 对 就电风 对 然后就又无明天 好 所以 希望 有听到这几个女生 你要理解你身边的男人 其实 很 你不要觉得他很壮 或者他 他看起来很凶 他很厉害 其实 他心中某一块是 很需要你 好好的跟他在一起 去懂他 对 安抚他 对 当然有点技巧啊 你直接跟他说 你很害怕 他一定说 那我 没有啊 像共耶 对 然后两个就又吵架了 所以杨老师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他们身边 也有这样子 活得很big get的男人 你有什么建议 怎么跟他们相处呢 我觉得从我刚才聊下 你会发现 男人 如果他心中住这么多人 或男人这么需要 透过外界的 获得 不管是功成名就 还是房子 车子 老婆 孩子 或者是每天 语言上的肯定 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 成就感的 他们非常 肯定 所以 如果你可以的话 不要吝啬多 去说一些他的好 哪怕小小的 也没关系 就是 你今天有记得 帮我倒垃圾 让他知道 你有看见他做的 对 其实男生是一个 很会做 但不一定会说 他跟女生不太一样 女生 男生是需要外在肯定 可是女生是透过关系 他有的时候 女生在透过付出 他在做付出 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他就觉得 他有连结 他有归属了 所以才会有 那么多妈妈 就会一天到晚 关心你吃饱了没 如果你没吃饱 他就回家 去做饭给你吃 然后还坚持 你一定要把他吃完 其实他在这个 付出的过程 他就会有价值 可是男生 比较不是 他们要需要一个 成就 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来肯定自己 那 所以反过来想 你如果要伤害 一个男人 也很简单 你就只要质疑 他各种能力 比如说 床上的能力 性能力是真的不能质疑的 还有工作的能力 开车的能力 真的 你如果质疑一个男人 开车的人的能力 他会跳起来跟你干家 不能 我试过了 就连邱老师 这种等级的还是一样 对 他会有那种潜意识的觉得 你质疑我的能力 就是质疑我这整个人 好 所以各位女性朋友 有听清楚了 就是 如果你真的还想要这份关系 这一点就不要去 不要刻别去踩 不要去按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就很 真 你这里痛我就硬是要 按一下 因为你最有反应 钻一下 好 那 那女人呢 那对女人来讲 就都讲到这里了嘛 对啊 你要伤害一个女人 也很简单 你就调拨她的关系 或怀疑她的人格或品格 比如说你怀疑她忠诚 行为不检点 你怀疑她是自私的 你没有当好妈妈 没有当好太太 你用关系去攻击一个女人 她就会整个崩溃 可是如果你去质疑 你把男人 质疑男人的方式 就放在女人身上 比如说质疑男人的能力 她会不开心 那你把这个放到女人身上 女人的反应就会是 比如说 你们邱老师质疑我开车 就开得不好 我就会说 对啊 你讲的是实话 那你开 女人对于 承认自己能力不足这件事 她比较 不会有过不去的看 因为她的自我认同不在这 可是男人会 在这里过不去 那反过来同样的 你去执一个男人 没有当好爸爸 没有当好情人 他真的感觉还好 因为他不是拿这件事情 在定义自己 你懂了吗 就是听到这边 要观众给大家知道 但我们正着学 就正着用 不要反着用 就是你要好好对待一个男人 就是去先肯定他的 所做的事情 可是我刚刚 我刚刚好像也有听到一个 男女的共同性 就是 就比如说男人质疑女人 你开车该不好 女人就会说 好啊 那给你做 那女人质疑男人说 你到底会不会当一个好情人 好爸爸 然后男人就会觉得 不要不要紧 就说 好啊 那你做的就好了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根深蒂固的男性跟女性的 对彼此的依赖啊 从这个角度想 是蛮好的角度 就是我们彼此需要彼此啦 嗯 但就是 呃 他也某种程度也是提醒我们 就女生如果你想要一段感情好 你还是要有一些独立的能力 嗯 不要什么都让人家接送啊 什么都要等男生来这样 但是同样的 他也在提醒男生 你要维持一段关系 你要能够去付出 对身旁人的关心 OK 就他就是 我们彼此的互补 也是彼此的议题跟课题 嗯 OK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想的话 你就是要知道 男生女生本来就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 你去接受这个部分 而不是一直去 argue这个部分 甚至于戳斥 我们常argue是希望 对方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 嗯 变成是 用我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的男人 用你的方法 那你就去跟一个 女人在一起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是啊 是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男生如果你很喜欢你的老婆 都安安静静的跟你一样 不要吵 不要闹 不要啰嗦 那你就去找一个男生在一起啊 嗯 所以这样意思是 那个同性婚姻或伴侣应该 相处会比较顺畅一点 说不定哦 有机会我们可以访问一下这样的朋友 对对对 好 对不对 所以上次我们会在婚姻或关系里痛苦 就是我们太想把对方变成 跟我们一样的人 嗯 去 去 去生活 却忽略了大家根本上的差异 对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部电影 真的是一个蛮好去谈 他透过谈中年危机 男人的中年危机谈男人心里的各种脆弱 嗯 跟异象 嗯 但他同时也在讲我们人生的 呃 到了中年 或者在生命的某些阶段都会有一些危机 中年危机大家知道的嘛 对 那老一点大家也知道嘛 嗯 就更年危机 更年危机啊 就是退休 退休是一个考验 那往前一点 二十几三十几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 对对 所以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一阶段 不一样的人生压力嘛 对 那遇到这种人生压力的时候 我会非常鼓励大家 不要想想要把这些压力消灭 嗯 就像这四个主角 我觉得他们心中都会有一种 我只要得到什么 我明天就想着我只要选上了 然后然后施名帅就会 诶施名帅就会 施名帅就会明天 因为想要选上 然后等候就会觉得 我要赚多很多钱 然后BG可能 他们都有一些想象 或者是罐头觉得 他只要跟女神在一起 就会觉得人生就从此幸福圆满了 对他们都会对未来有个幻想 就我只要怎样 我的压力就不存在 对 可是这不会 这从来都不是 这不是事实 对 而且也不会对你比较好 压力从都是一直在的 嗯 而是你怎么因应它 你看待事情的方式 就会决定 它要造成的 对你造成的影响 是 所以我会非常鼓励大家 如果你发现你生活里 有一些压力 你有点过不去 嗯 或是你常常卡在某个点 你实在很想知道 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 好好地去面对它 而不是想要消灭它 是 我非常鼓励你可以参加我的 心理免疫力 对 心理免疫力 就是 这是在透过谈 我们去怎么去认识自己的信念 还有哪些事情会造成我们的压力 去长出我们对很多事情 在处理它 在面对它的时候 我们会更有免疫力 是 我们不会 不会想要 就像你不会希望病毒全部消失嘛 嗯 可是你只要有免疫力 或你只要打疫苗 嗯 你就可以有抗体 对 而且有些病菌 它对人体的人的生存是必要的 对 所以 呃 我觉得 心理免疫 它就像是一个疫苗 嗯 就像现在大家都要打疫苗嘛 对 那如果你觉得 诶 你希望自己在面对压力 可以有更好的 更好的呈现 那就邀请你可以参加我的课程 先打这一剂疫苗 让你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以更有抵抗力 OK 相关的连结在影片下方 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手刀购买 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就是这门课程呢 现在1399的优惠价值到4月15号的晚上12点 记得要把握时间哦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在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